大家好,我是賴宜珊 我是劉頌維 今天我們在台北自動化展的現場 聖傑展出了最新的SKARA機械手 和其他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在我們介紹產品前 讓我簡單的介紹一下聖傑 聖傑成員於2002年 主要是以 CNC 的自動換道系統為主 隨著現今的市場需求 我們研發了聖傑的SKARA機械手 能根據客戶的自動化需求來進行搭配 聖傑,可以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這次聖傑所展出的產品有哪些特色跟圖復呢? 沒問題,我們這次展出了兩款SKARA應用 首先,我們展示的第一款應用是物料夾取 讓觀單者可以輕鬆控制SKARA的夾取物料 操作簡便且高效 第二款應用是自動化倉鼠 最少的改變達到最大的收益 那對於SKARA的技術細節跟應用範圍 我們能再多一點的介紹嗎? 當然可以啊 SKARA具備高進度、高速度和高負載能力 適用於自動化倉鼠上下無藥3D掃鈕檢測等應用 它的小3D面積和靈活性的應用軌跡 能在各種環境中高效運作喔 剛剛在自動化展開展的時候呢 我在展場上面看到了很多的自動化倉鼠 那為什麼聖傑SKARA機械手會是自動化領域中的最佳選擇呢? 自動化倉鼠系統通常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造 而聖傑SKARA搭配上我們的機墊整合能力 可以在性能的條件中進行小規模的改造 充分利用性能的空間實現高效制動化的解決方案 那一家 剛剛你在展覽上看到很多的產品 前面也分享了聖傑SKARA機械手的特色 那你覺得我們的SKARA機械手 與市面上的6軸機械手相比有哪些優勢呢? 當然 SKARA在許多方面確實展示了其獨特的優勢 與6軸機械手相比呢 雖然6軸機械手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更多的自由度 但是在小占地面積跟靈活性方面呢 SKARA無疑是最佳的選擇 以我們100公斤級的SKARA為例 它的3D面積只有6軸機械手的一半 另外SKARA的設計呢 能從車面做取放物料 這樣可以為操作人員留出更多的空間來進行操作跟調整 這樣的靈活性呢 也使得SKARA呢 特別適合在需要狹小的空間內進行高效的作業 也能根據客戶的需求來進行客製化的調整 提升多樣性 無論是在製造業、物流還是其他的工業領域呢 它都能夠提供效率以及節省空間成本喔 那在實際的應用上面呢 是我也來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吧 好的 我們利用SKARA機械手上下料的特性 協助CNC加工廠進行自動化配置 實現了忙碌時期 24小時不停的加工 限下時期進行小批量的能工操作 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靈活性 SKARA導入後 加工機運轉時間從每天的8小時增加到16個小時 其中8小時為無人操作 加動率增加了120% 能力成本減少了35% 依據客戶的反饋時間 能在兩年內回收SKARA成本 SKARA提升的加動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的優勢 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如果客戶要考慮使用SKARA機械手 那有哪些規格是他們可以進行參考的 有的 SKARA有50公斤和100公斤級的SKARA機械手 最大運動半徑在1000ml以下 具備了高進度和快速運動的特性 這些特性提升了生產線的效率和準確性 並且搭配SKARA的機電整合能力與客製外能力 可以有效的幫助現有的機台 規模進行自動化生產 增加了執行的可行性 最後呢 針對於未來的市場趨勢 射解對於自動化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將繼續提升機械手的智能化和自動化水平 擴展在不同的工業領域中 目前我們除了今天展出的SKARA機械手之外 也有針對高負載的500公斤級以下的三朵機械手 可以很完整的為客戶進行規劃 未來也針對推出更高效靈活性的解決方案 繼續朝工業4.0前進 也希望大家對於聖姊SKARA的機械手 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到我們的攤位 來進一步的了解喔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了解更多技術解說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做過最新的影片喔 好嗎 有請我 知道嗎 我會想找到 你拍攝